這位家人要給他兩位退場 給他一塊 我沒有找到 吃飽了嗎 吃飽了嗎 吃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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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想先傳 吃飽了 好好好 我们不会这样做 做不来的 量太大了做不来 纯手工的主要比较慢哈 全部都手工 没办法玩那个 你们做多少年的美女在这 30年了 手工会做这样子 我要慢一点 不像机器做的 这个是老式的古早鸡腿面包 这里边包的是香肠吗 对 这个要用小火是吧 是 这个没错 小火万大 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 是不是鸡腿面包是这个 鸡腿面包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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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锅要炸几分钟 四五分钟啊 四五分钟就烤了 这鸡腿面包已经发酵好了 就炸的时候 就不会再膨胀了等于是 这咱们所有的品种都是油炸的吗 只有两种 哦 只有两种 这还是以烤的为主吧 冬 火的粉 也是火的粉 这些煮沸 甜味的 几口 江流鸡 红豆 黑豆 绿豆 都有些 面包的价格基本上均价就是3块钱左右 3块钱 30这个食物 没哪一样吗 没有 这个食物 15个包包 15 这边买面包基本上都是论兜的当务的 就是一人要一兜 意思说我长得不好看对不对 好看的 好看在美人你不更美人子吗 你老板的儿子吧 像 那老板的儿子就被富二代了 富二代是吧 有上面包有玉米包有汉堡包 这个年轻人最喜欢吃 这一共有多少种品种 品种总共应该是16个左右 16个是吧 均价就是3块3-4块 它没有价格表 你可以开一下 一天大概能卖多少个有数秒 保密不能说 哈哈 富一代交代说不能说的 好 富一代要出手第一代了 那1个 3块 2个 2个 3个这样 2个 2个 3个方法好致 那样多少钱 你这十二块 你这个十二块 这个一个这个一个对不对 一人一带来谢谢 淘鸡我 想淘鸡我淘鸡 淘鸡 我挺淘鸡 你淘鸡什么呀 这边人说话有点像那个港语 哎 我还奇怪 听到了那边边包不动 七个这个然后三个炸鸡 你知道吗 汉堡来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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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好的 他们家的面包 都是几块钱一个的 但是来自来买面包的 基本上都是一刷袋一刷袋的买了 很少要一个两个的 汉堡面包里边是这种 加了一个火腿肠 撕开以后外层也比较渲软 也是那种一层一层的 其实现在这种老式面包真的特别的少 因为这种面包 第一是说实话里面如果不加什么馅的 只有这原味的 就没有什么味道 就是那种老式的那种像发酵好的面粉 面粉然后炸一下的那个味道 要是拿这种面包和面包店里面的面包比的话 就没有可比性 因为这种面包现在已经淘汰了 现在的年轻人 现在的小孩不能说年轻人 就很少喜欢吃这种面包的 因为这种面包是8090后的回忆 而且里边加的火腿肠也是那种像淀粉肠一样 不是那种特别高端的火腿肠 面包上面刷的油是葱油 就咬一口就是能吃到嘴里边那个是葱油的味道 这种面包是炸出来的 店里边一共有16种口味 基本上的均价也就是3块到5块钱不等 只有两种面包是炸的 别的面包都是烤出来的 这个面包是2块钱一个的吧 应该是 这个面包就是那种圆的 这个出锅以后再放在那个花生芝麻里边滚一下 哦 掰开以后我还想着里边没有什么馅呢 掰开以后是有火腿肠卤蛋 香葱和这样不是这样的面包啊 真的是平凡无奇的外表里边还包含着这么多的馅儿啊 第一次吃加卤蛋的面包 火腿肠卤蛋 香葱 中和的那种味道 就是那种咸鲜的味道 我吃的两种面包都是炸出来的 但是吃着也不腻啊 应该所有的这个圆面包 包的馅儿都是不一样的 有绿豆的 有芋泥的 有豆沙的 然后还有汉堡 他们的汉堡也是3块多一个 这种面包也是 好多老厦门人经常光顾的一家店 这个是肉松的 看着用料也比较扎实啊 一圈全部都是肉松 不得不说在厦门当地的这个经济水平 这么便宜的面包 而且味道也是这么的好 也是不容易啊 这一家店在这做了已经有30多年了 现在传给他的儿子在做 一直都是用着纯手工的这个技术 每天生意特别的好